苗栗县南庄乡苗21线道路12.6公里处知名景点神仙谷附近路段 在清晨7点左右有巨石崩落影响交通通行 民众除了自行推开巨石之外也通报了警方跟乡公所 派员前往抢通所幸无人伤亡 苗栗县南庄乡民众一早行经苗21线道路12.6公里处 发现十几颗巨石从山坡滚落到路面 其中部分石块几乎跟轿车一样大造成交通中断 原本要到学校上课的学童也因此无法到校 当地居民自立救济以人力徒手方式推开巨石清除空间 让小行车可以暂时通行 大石头就崩落到路面造成交通中断 早上要上学的小朋友也无法上学 当地居民表示12号下了一整天的雨 苗21线3.8公里6.8公里以及12.5公里处 就陆续传出摊坊落实的情况 警方除了前往拉结封锁线之外 南庄乡公所也请来挖土机排除巨石和凝杀 索性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落实崩落 双向交通中断无法通行 本分局获报后通报引领前往警戒管制 虽然没花台风持续往北移动 但外围环流导致苗栗山区雨势不断 警方也提醒民众目前部分路段仅开放单线通行 提醒民众除非必要应该避免上山确保安全 记者张兴杰苗栗报道 警方也提醒民众不断 阿兵 idental 警方不断